中华坤 三宿 中华坤 三宿 大家好,我叫中华坤,我来自山树科技。 You can call me here, if you want.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点 关于我们称之为在供应链,在冷链供应链中 如何去充分挖掘数据中的价值 尤其是针对那些熟视无独的数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冷链运作的短刀短缓节里面 最常见到的 但是同时也是最难以管理的 并且同时它其实运藏最大的价值的一种数据 或者一种信息是什么 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答案是时间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 供应链管理全部都是关于时间管理的 对吗 我们的时间,尤其在冷链这样一个特殊的供应链体系里面 我们的时间管理的不好 就会导致我们的食品安全出现极大的问题 我的交付不及时 我的仓储的保质器管控的不好 都会出现食品腐败的情况 那么怎么在冷链供应链里面 去把时间管理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那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考虑的话题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看,从我们的和以往 以及客户和企业合作的经验来看 我们认为在冷链端到端的冷链这个面条账 做好时间管理去保障时间安全 或者去保障我的供应链安全 我们只需要针对三个点状态 第一个,提前的规划 如果我能够提前的针对时间管理 把它规划的更为合理 规划的更为的清晰 而且确保还实际之前能够做到 那就有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需求是摩动或是动态 但我们的供应链从我们的冷链运作的角度 包括说这个 运作的这个参与的人员 和人性角度 都希望是稳定的 那我们怎么在动态的需求 客户充满需求 和相对刚性的供应链运作 之间去寻求一个平衡 让它尽量的运作 尽量的稳定下来 让这个时间尽量的稳定下来 这是第二个点 那第三个点 当然是就是因为 需求非常是动态的变化 一个波动的 那我们怎么去应该一些异常情况 那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时间管理做得好 那我们的食品安全 在整个冷链运作中 交保证 这个老爸讲的时间就是进前 那我们看到在冷链里面 可能某种程度上 时间就是生命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说 时间管理做得好 那它代表的收益 最终的收益是什么 一方面是我们刚才听到的 食品安全 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 或者我们也理解到 更重要的是一个端到端的供应链体验 大家想想一下 未来在沃尔玛的整个冷链的供应链 协作过程中 我的时间管理如果做得好 我刚才提到三个点的问题 如果都得到有效解决的话 我们中央用户的体验 是会有长度的提升的 工户或者说中央的消费者 不会收到这个 即将面质 即将过期的食品 那我们的商家 或者我们的这个门店的消购贴是好的 不会缺货 不会挤压 那甚至从我们的运输的角度 我们的成员商的角度 它的田是好的 干了活 呃 单位效果的时间内 干过了这个效率更高 啊 这个收益更高 那同时呢 被投诉的这个 这个机会 有多多次数月少 那最终 我们作为共 我们王尔玛 作为这种供应链的链主 是在多个方位 多点的位置 就得到这些收益 那我们刚才谈到三个点 快速的 或者我们想针对刚才提的三个点 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 第一个点 是在提前规划的换节 针对我们链条上链条运作上 每一个点的装卸化时间 去进行清晰化的管理 那这里的难度 其实外国在于说 要么就是 车的货物 要么就是货轮车 或者人的车 车的人 不外乎就是这样的 一个无效的等待 那咱们去避免和这个微密这样无效的等待 不管是在我们的年端 还是在我们的厂端 那我们提出的一个框架 而且已经经过验的那个框架 其实是结合数据 然后用机器学习去做这个模式分析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用运筹规划的系组 去做规划和优化 这样得出最优的ETA 最优的时间框 以及最优的那个PDT 那这个案例呢 是我们在国内一家 超大型的 啤酒 酒杯饮料公司 他们在华东区域 要配送时间框的优化 或者配送时间框的经济化法 那我们最终通过刚才的 这样一个技术框架 将它呢配合的这个 时间上的时间这个位置 提升了30%以上 进而达到了我们刚才讲的 整个工艺链 体验的权货的提升 以及保证了 在食品安全上的这个 这个就是终极保护了 第二点 这个可能比较学术化 叫做缩载这个换身框 是吧 那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的每个委员 都希望我们的每天的 收获的这个时间点 是稳定的 但是需求又在波动的 每天送的货也不一样 货品又转化出来 不一定 那我怎么样 在提前 就会去规划和计算 更优的更好的更稳定的时间框 既能满足动态波动的这个需求 同时又能保障我的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要求 不会出现说冷电运行时间过差 这个温度不漏 或者说温度保持不透这样的情况 那这样一个场景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更多的精湛门电运行 这个时间框的定性 那这一点上 我们同样 我们考虑的 比如说我们运入数据 同样是一些我们成为首饰的数据 主要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我们客户 或者说是门电端 甚至司机端的相关的一些法规数据 那这些我们给予根本大部 然后去用NLP的基础去进行情感分析 去得出来一个反正正好安算 第二我们是基于业务规则 梳理出来不同的门电 不同的商品 不同的区域 它的一个业务规定的重要性 将这两方面的数据进行结合 通过AI技术的应用 然后去学习 发掘出 那我们每一个中端门电 它的时间窗应该是在图最合理的 那这个是我们和国内技嘉领先的 这个冷电运输企业 做的一个测试的案例 那在这样的案例中 通过我们刚才说的 这样几个放假的应用 我们最终 对不起啊 这个错误 就是时间窗所换出的 而是将每一个中端门电的时间窗的肯定性 也就是它的便利性 把它压缩到的5分钟内 也意味着周一到周二 每个月的一套到三十一套 每家电 它不管需求怎么变得 它的收获时间窗 都稳定在比如说 9.25到9.30 这些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对于冷电的运输业 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那最后我们就是应期 那在我们的平台和方案里面 我们设计了宝贝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解决方案 其中主要是两点 第一 在司机在运输过程中实施的 重新的去规划这个限度 规划我的运输限度 运输的一个顺序 第二 要我们基于地理的收纳出去 去针对每一辆车 可以实时的去调配补充的车辆 或者运输资源 以防它在走车 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完成两个任务 最后我想可以留 这个大概三十到四秒时间 给大家的问题 那我们我想想想 为什么山珠这样的意思 可以做一件事情 山珠是由 四位斯坦博毕业的数学家 博士 创立的我们一家 人工智能服务公司 那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这个 唯一的愿情和宗旨 就是服务于国内的企业 服务于供应的这个领域 我们已经先后服务了 顺丰、京东、万大、永远、 宝洁这样的顶级的企业 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 沃尔玛这样的整个的这个 大的生态观众里面 发挥更大的价值 那我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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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